圣经品格学英文 好啦好啦再等一下啦 什么现在几点啊 已经四点啦 来不及见小孩啦 啊终于可以看电视了 今天晚上十八点半要睡觉 还可以再看十分钟 已经八点半了耶 可是卡通还没看完耶 那再看十分钟 好累喔 十二点啊 亲爱的小朋友 你们也像影片中的情境一样 有的时候只想要偷懒一下下 放松一点点 结果时间一拖再拖 就来不及了吗 这个礼拜我们要讲的品格是 守时 遵守时间的意思 遵守时间 就是尊重 并且对自己以及别人的时间负责任喔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圣经中是怎么样看中 守时这样子的好品格 是在耶稣他升天之后 门徒们在传扬耶稣这个福音的时候呢 扫罗就是在逼迫他们的人 扫罗呢 常常在到处找基督徒 大马士革的路上 突然呢 他看见了很亮很亮的大的光 然后呢 他就听到了天上有声音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扫罗就说你是谁啊 我哪有逼迫你 天上的声音就说 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 哇 我听到了非常的害怕 他才知道原来他要抓的那一些基督徒 原来他们都他们相信的耶稣 真的是神的儿子 那这个时候呢 他看到这个大光呢 他的眼睛立刻就看不见了 就像被灵片给支起来一样 他眼睛再也看不到 他旁边的人呢 只要牵着扫罗到他的住的地方去休息 扫罗就有三天都看不见哦 这时候呢 有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人 他是一位非常爱主 非常爱耶稣的一个神的门徒 一个耶稣的门徒 有一天呢 他在祷告的时候呢 耶稣就向他显现了 因为呢 扫罗的眼睛看不见了 他要他去为他祷告 让他能够重新看见 可是亚拿尼亚说 耶稣啊 我的主啊 我听说 这个人 他逼迫你的 逼迫你的门徒 这呢 耶稣就是让亚拿尼亚去为扫罗祷告 于是呢 亚拿尼亚就顺服的去找扫罗了 亚拿尼亚呢 找到了扫罗 他去为扫罗祷告 结果呢 原本遮蔽他眼睛的那样子的灵片 因着亚拿尼亚的祷告 就掉了 就掉下来了 于是呢 扫罗就可以重新的看见 这时候扫罗就知道 真的是 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 保罗呢 就成为了传扬耶稣福音的人 所以从此之后呢 保罗就成为了传扬耶稣福音的人 时间是上帝创造 让我们来管理的 我们呢 把时间管理好 是尊重 并且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 同样的 我们也尊重 对别人的时间负责任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 来做一个守时的人呢 首先 我们要在对的时间到达对的地方 比如说 早上 我们就要准时的到学校 礼拜天 我们就要准时的到教会 这就是对的时间到对的地方 再来呢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之前 都要把时间安排好 把时间规划好 我们可以做时间表 让我们的事情可以按照时间来完成 再来就是不能有一种偷懒的想法 不要想说 嗯 我电视再看一分钟就好 呃 我功课再玩五分钟再写 如果原本预计好的时间 但是等到时间到了的时候 我们就又有借口 跟推托 让时间一直往后延 这样 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一个 守时 或者是把时间管理好的人了 让我们从小 就养成守时的好习惯 让我们在呃 呃 成长的过程中 能够尊重别人 也尊重自己的时间 让我们手上的事情 像圣经上说的 尽都顺利 让我们一起练习 成为一个守时的人吧 又到了我们英文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次的单字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学习准时 准时的英文是 punc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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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是瞎眼的 blind blind b-l-i-n-d blind 接着是延时 延时 延时是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再来是时间表 时间表叫做 timetable timetable t-i-m-e t-i-m-e t-a-b-l-e 这是两个字哦 timetable 最后是陷阱 陷阱的英文叫做 trap trap t-r-a-p trap 你都学会了吗